hello 大家好 我是炒币诈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新手第一次买比特币的一个详细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 你还没有购买过比特币 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国内 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 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会交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详细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我们会从这五个步骤挨个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完完整整的一个买币的流程 首先呢 我们先要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如果你想买比特币 你必须要去交易所里面才能购买 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中国我们叫OE 在国外叫OKX 我推荐大家去OE这个网站 这个交易所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链接去注册呢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非常非常的划算 最重要的 你的手续费 如果你用了我的链接 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我们把邀请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可以用手机 也可以用邮箱 手机的话 这边是支持中国地区86的手机号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领取一个盲盒 这边是随机给的 然后我们这个邀请码是默认的自动填写的 我们注册一下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 如果正常登录 OK 那就恭喜您 这边已经注册成功了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 分别为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脑上面 电脑上面呢非常的复杂 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非常不友好 但是在手机上就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先来讲一下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很简单 放到右边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提示被拦截 可能是被人家恶意举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 微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支付宝 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然后或者是用 浏览器 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这边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安卓手机还有一个方法 点击这边之后 会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这边有一个下载OE的移动端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安卓 然后直接把安卓下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然后通过QQ拉到我们的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有一点复杂 因为苹果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才能下载它的APP 这个ID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的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中国大陆地区不能下载它的APP 需要去海外的ID 这个ID是哪一个呢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打开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右上角 这个ID不能是中国大陆地区的 必须是海外的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不要去百度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或者是美区ID购买 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随便的找一个 价格呢 也是很便宜 可能是几块钱一个吧 看见没有 几块钱 几块钱 五块钱一个 买完之后呢 我们切换一下我们自己的ID 先找到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拉到最下面 这边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登录上 我们刚才在这边输入账号密码 输入刚才在这个网站购买的ID 然后登录上来之后 是我这个样子 因为我这个ID的话是海外的ID 输入这边有一个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 然后在这边输入一下okx 好 进来之后okx 第一个这边写的是广告 这个就不要去了 这个是广告 咱们不要去 然后我们主要的是去第二个 这个是广告不要去 是第二个 这边写的oeokx 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个就它就行了 然后点击这边的下载 我这边呢 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我这边先更新一下 好了 我这边已经下载完毕 已经更新完毕了 我打开一下 安卓 现在呢 是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安卓 安卓 我这边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我们接着进行下一步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给大家说一下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进来之后 这个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输入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刚才您注册的 点击左上角 点击身份认证 如果没有这个身份认证 你点击这里 这边会有一个身份认证 先认证一下我们的身份 这边一定要失明 所有的交易所全部需要认证 然后呢 这边有个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点击 这边的安全中心 这边有一个验证方式 我们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全部的 我们搞一下 安全最重要 因为我们的钱都在里面 偏好设置 这边有一个即家货币 我喜欢人民币 我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但是我自己的话 喜欢用人民币 我们用人民币就行了 好了 这些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绑定我们的银行卡 因为我们买币的时候需要付钱 我们赚钱了 卖币的时候需要收款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进来之后选择 这边有一个我的右下角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这边点击添加收款账号就可以了 收款账号的话 这边有三个 然后支付宝微信不建议大家去使用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封控 选择银行卡就行了 好 绑定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给大家来说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 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环节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英文叫做usdt 它是和美元挂钩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eusdt 一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是泰达币 假设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都是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假设我身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去购买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我想购买这些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所以呢 我们先要拿着我们的人民币 先去购买这个泰达币 换成泰达币 才去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嗯 好了 我这边呢 给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吧 看一下如何去购买的 好 来到欧易 选择这边的买币 选择这边的CRC 千万不要选择快捷买币 因为快捷买币是系统自动的分配的 我们这个CRC是可以自己筛选的 如果没有这个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这边 还是那句话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买币 好 选择CRC 这边选择CNY 选择购买 然后金额 我们想买多少钱呢 假设我想买2万吧 好 我想买2万 点击确定 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些商家不是随便的选择一个的 我们一定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第一 是最重要的 看一下它的成交量 像这种成交量几百单的 这种就不要买它 比如说这个超哥9400多单 好 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它的这个头像 然后再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为商家的时间 最好最好是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以上 两年三年那种是最好的 这个现在是12月份 12月份 现在是一年八个月了 像这种老商家就可以 就像淘宝链一样 越老的商家越可靠 然后看它的总成交率 成交单数 越多越好 最好是上万的 像那种最好的 然后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DT 然后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我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才来发六百多单 像他这种人就不行 大家看到了没有 他这种人才开了半年的时间 根本不可以 他一共才卖了六百多单 像这种人我们就不要 很危险 这个超哥 我们去这个超哥 他这边一年半了 委托单USDT 像他这种人就非常安全了 然后呢 我们随便的找一个购买 这是最低 这个是买一万 这个最低买两万 我买两万 选择购买 好的 然后呢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 买入就行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CRC 然后选择金额 确定支付方式 选择这个银行就行了 然后看开店时间 总单数 然后成交率越高越好 然后委托单 选择一个购买 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点击零手续费买入就行了 然后呢 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我们选择付款相情 这边会出来商家的信息 会有他的要付款的金额 他的姓名 他的银行卡号 我们给这个银行卡 转账就可以了 假设你想买一万 你就给人家转一万就可以了 这个是建设银行 转一万 转完账之后 点击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账呢 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一定要转完账之后再给人家点击 然后呢 转账的时候不要备注 什么买比特币 买以太坊 买虚拟货币 投资理财 这种不要管 也不要备注 然后直接转账就行了 转完账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转完账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可能就会到账 中途呢 可能卖家这边会有一些要求 比如说让你发一下最近的流水明细 因为他们也怕我们的钱不干净 是拿来赌博诈骗时来的钱 他们需要我们验证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点击我们的明细 像我这种 比如说我最近买烟 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钱 这种截图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 他可能才会把他的这个收款账号发给我们 这都是小问题 大约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假设我们已经买币完成了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 一个交易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点击一下资金账户 哎 有100个USDT 点击交易账户 哎 怎么交易账户 没有钱呀 对不对 给大家说一下吧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 不能去交易 就是这个资金有钱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放到我们的交易账户 哎 放到里面去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里 我们要放到这里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然后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去交易账户 好 没有问题 点击最大 币种呢 选择USDT 好 选择最大 我们看一下 资金账户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没有钱了 然后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在哪里买币呢 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交易 好 来到这个页面 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你可以写以太坊 可以写比特币 可以写狗狗币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 然后这边是他的2086 是当前这个以太坊的价格 那可能会有别的朋友说 我想买别的币 我想买比特币 那如何买呢 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去谷歌里面搜索一下飞小号 然后第一个这个网站就是了 进来之后是这样的页面 这个网站是免费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假设我想买比特币 我需要输入btc 我不能输汉子 我要输入btc 以太坊eth 我想买狗狗币 DOGE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输入想买狗狗币 DOGE 选择这边的BB 选择 这边就出来了一个 一定要选择这里的BB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边变成狗狗币了 那我想买eth 我想买以太坊eth 选择BB 选择这边的这个 我想买比特币呢 btc 对吧 选择BB 然后再选择这个比特币 看见没有 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大家想买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呢 很便宜 我给大家切换一下 我切换成以太坊吧 以太坊好 2084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拉满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这边是100个USDT 可以买0.04个以太坊 我点击买入就可以了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看一下是202084 买入 好 2084 假设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然后过了两天 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出 假设以太坊涨到了2094了 我们想卖出 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再拉满 再点击卖出ETH 刚才买入的时候是2084 现在卖的时候是2094 好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赚了100个USDT 对不对 那我想把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来大家看我的操作 选择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 我们放到了这个交易 现在我们想卖币了 我们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放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现在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选择资金划转 好 我们给他转一下 从交易到资金 选择USDT 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里面 OK 很完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卖币了 如何卖呢 回到首页 选择买币 选择CRC 这边选择出售 不要选择购买了 选择出售 金额你想卖多少钱的 然后随便输入就行了 支付方式 银行卡 好 这边和刚才一样 像这种300的 200的 像这种就直接不要选择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多的3900 2000 我们再找一下1900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我刚才看见一个14000的 对吧 有个当当 好 我们看一下他 他这边时间也够短的 像这种就不要找了 他虽然单数多 但是他时间短 对吧 像这种我们就不要找 我们继续的筛选一下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吧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筛选一下 好了 我这边呢 找到了一个很老的一个商家 叫财牛 秒放闭 21年 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零两个月 像这种人就非常可靠了 如果他这边是那种不可靠的这个商家 早被人家这个平台给封掉了 好 我点点一下关关注 选择委托单 选择出售 最大吧 选择最大 好 我这里卖掉选择最大 卖掉100个USDT可以得到719人民币 我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20分钟之内 他一定要把这个719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 如果不打的话 这边平台会扣掉他的钱 然后有问题 你也可以联系他们的电话号码 这边写了 如果超过10分钟和您联系 我也和您转账 请尽快拨打他的手机号 然后呢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把我们的钱给我们转过去 转过去之后 收到钱之后后台会有一个确认收获 或者是确认放币 放币的按钮 我们确认之后 我们的币才能给他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低买 高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呃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先到这里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也可以在视频中 在视频评论区给我留言 2022年4月 TLC的创造者Stan Davis发布了Xie Infinity Origin 这是其原创战术卡牌对战游戏的优化版本 引入了卡牌更新 符咒和符文制作系统 以及实时战斗 正如你在上面的推文中所看到的 这些新元素让玩家能够通过独特的定制游戏风格 享受到许多深度 当然 Xie Infinity Origin本身仍在进行中 但我希望在2023年看到更多项目跟随它深入的步伐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款游戏 可以在Sky玫瑰色片指南中查看基础知识 二 新的移动版本 一不像样的智能手机比电脑或游戏机更便宜 所以手机游戏的可及性很高 我一直很喜欢Xie Infinity 因为你可以在安卓设备上玩它 即将支持OS 毫无疑问 随着移动游戏活动不断上升到新的高度 我们将看到更多的NFT游戏模仿这种方式前进 我现在正在关注的一个项目是Treeverse Treeverse 是一款基于以太方的移动NMORPG Uendorse Code和Loopify开发 目前处于有限的Alpha前测试阶段 从早期的测试视频来看 我认为这款游戏不仅看起来很不错 而且非常有趣 为更多的人带来乐趣 让更多的人进入加密应用程序 是移动NFT游戏的方向 我真的很期待Treeverse和其他类似的手机游戏 会如何发展 3. 无格斯游戏 具有大量链上元素的游戏 可能带有大量交易和钱包签名 大量的交易和钱包签名糟糕糕的用户体验 因此 一款新的NFT游戏展示了如何提供无格斯用户体验 它就是海盗国度 Pyroden Agent 一款建立在Polygon上的链上冒险游戏 该项目使用了一个游戏钱包系统 允许Pyroden Agent在幕后覆盖交易 希望其他Web3游戏也开始尝试 这种卓越的用户体验方法 4. Arbiturum游戏的入侵 一段时间以来 Arbiturum一直是最大且最受欢迎的 O2E太方扩展解决方案 当然 廉价且快速的基础设施是NFT游戏的理想选择 这一线时 再加上Arbiturum即将取得的所有进步 是L2成为Web3游戏热潮的卧槽 此外 像Trayer刀这样的项目 已经为Arbiturum带来了大量 NFT场景的基础 所以好戏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于像The Beacon这样的项目来说 也是如此 这是一款免费的RPG游戏 刚刚获得了爆炸性的发布 并将为Arbiturum带来巨大的活跃度 我认为这些都只是L2游戏的开始 5 更多的比赛竞争的快感 技巧性胜利的荣耀 成就和奖励的收获 以及对一个充满激情的同行社区的那种归属感 这些都是让玩家觉得比赛如此令人兴奋的原因 因此 当涉及到NFT游戏时 比赛绝对是为玩家提供有趣和引人注目的滚动体验的好方法 我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比赛 目前正在专注比赛这种方法的项目是 Solarly NBA 它允许玩家建立幻想卡组 然后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注册各种不同的比赛 6 灵活的加密原生设计 有时 当NFT游戏推送更新时 游戏创作者将暂时暂停他们的合约 玩家将不得不解除质押或迁移他们的游戏资产 这不是很好的用户体验 目前 有一个游戏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即Chatter Dealing 它将于2023年4月推出 它通过灵活和模块化的Diamond Standard智能合约方法来实现这一点 允许NFT游戏以及其他用力 随时扩展和更新他们的项目 我完全赞成在这个领域看到更多这种实用的方法 7 更多的链上游戏引擎实验 我所说的链上游戏引擎是指在以太坊这样的区块链上创建的一系列智能合约 以无限期的驱动游戏的后端 链上游戏引擎很有趣 因为他们允许第三方创作者围绕LFT游戏并在其上公开构建新的体验 这种动态为修改铺平了道路 反过来又允许玩家主动选择如何享受和体验他们选择的游戏 最近在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成果 例如近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TU有 Wedis Adam Cochran推出了新的链上游戏引擎 这些都是一个新领域的萌芽 这里的可能性目前很大 8 无代币游戏 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的NFT游戏都以某种形式或方式接受了 仍20代币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最流行的方法都是围绕着单代币或双代币模式 后者将治理和实用性问题分割到不同的Aparge中 而选者则试图只用一个代币来处理所有的需求 这两种方法都可能面临重大问题 而0xDiver 我认为是Web3游戏领域的伟大人物之一 在这个Web3出色地阐述了这些问题 作为避免这些问题的方法 0xDiver建议创建一个无代币模型 该模型将依赖于链下货币加加NFT的价值增值 这个想法是 玩家可以用链外货币铸造他们的NFT 这将减轻直接的法币交换 从而减少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破坏NFT游戏的金融动机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可以引致更有趣且更平衡的游戏 如果我们开始看到更多的项目将这种策略付诸行动 我会很兴奋 因为我们肯定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实验 有趣的未来在等着我们 如果你对NFT感兴趣 而且你也是一个游戏玩家 那么在NFT生态系统中 这会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 是的 NFT游戏场景仍然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 但仔细观察后 人们会感觉到它正在转弯 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 曾经只有几个简单的NFT游戏 现在有许多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游戏 它们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 事实上 各种可能性和技术正在不断涌现 游戏玩法越来越丰富 用户体验越来越好 我们的集体基础设施和集体知识 在各个方向上都在改进 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领域的所有问题 这是肯定的 但作为一个狂热的玩家和Infer 我的希望和预测是 我们将在2023年看到NFT游戏项目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679 6702原文 Bankrease 编译 B5知道 市场正在繁荣 空头熊市一片狼藉 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已突破熊市交易区间 深寨币看起来也已准备好摇滚起舞 尽管从各个方向传来恐慌传闻 比如说末日与严家预言大量提借后的以太坊价格暴跌 或监管机构瞄准币安CG等 但自从FDX事件以来 加密货币一直在上涨 在银行业破产和传染风险之际 加密货币市场却在繁荣 现在再次面临加密货币市场的老问题 是现在入市还是晚些时候被恐慌驱使 今天 我们将探讨五个关键的加密货币指标 帮助您做出决策 开放利益上升 期货可能是交易者获得加密资产杠杆敞场口的最便捷选择 开放利益代表了尚未抵消或平仓的交易者 持有的为平仓期货合余数量 这个计算包括多头和空头头寸 通常 开放利益的较高水平与积极的市场情绪和高流动性相关 市场中买方和卖方的数量都较多 上周二和周四 比特币期货的总开放利益 已经超过了SEX事件前的99亿美元的最高水平 有时甚至突破了100亿美元 SEX的崩溃给加密货币衍生品市场留下了一个空白 这个交易所曾经是加密货币领域最大的交易平台之一 Source Coinbase 看到开放利益重建和流动性改善是市场状况改善的信号 然而 请注意 杠杆的积累可能会在价格逆向交易时导致反射性增加 脸上繁荣 尽管宏观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潜在衰退的优点时 链上经济仍在持续繁荣 主要智能合约区块链的每日活跃地址总数稳定在200万 自2022年1月牛市结束以来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自8月底触底以来已增长了77% Source Optimus在收益市场中 用户活动增加的鲜明迹象也显而易见 自6月份以来 整体DeFi收益继续成上升趋势 较低点上涨了94.2% Source DeFi Long DeFi收益较高通常与加密资产价格较高相关 因为个人和机构增加链上交易活动 获借款已获得杠杆和实施收益产生策略 更高的收益也意味着借款人能承受更高的资本成本 表明整体上资本状况更好 在2022年 美联储在抗击通胀的过程中 美国国债提供的无风险利率持续上升 与相对风险较高的加密货币借贷市场形成竞争 从而影响风险资产 自6月份通胀风险达到顶峰以来 通胀风险已有所缓解 同月DeFi收益率最低 3月份同地通胀率跌至5%以下 利率环境放松的前景已经重新激发了加密货币市场 使整个资产类别变得更具投资价值 DeFi收益更具吸引力 拒绝稳定币 自SEX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 精明的市场参与者一直在增加他们的净加密货币场口 并且没有放缓的迹象 链上精明的市场参与者的稳定币场口 已经降至2022年5月初 Cara Luna崩溃以来的最低点 这些高利润参与者的投资组合中 平均有15%持有稳定币 来源 Nanson 虽然精于钱包中自由资本的数量确实减少了 但在达到牛市低点的5%以下配置之前 精明的资金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火力 投资稳定币使加密货币持有者能够降低风险 并限制潜在的投资组合回撤 然而 由于3月银行危机导致的 对USDC和USDC支持的去中心化稳定币信心危机 影响了人们持有稳定币的意愿 看到资产从与美元挂钩的资产转向代币 这是市场积极情绪的鼓舞人心的迹象 波动率压缩 听说过Fix吗 它是一个衍生品 根据标普500指数期权衡量市场 对近期波动性的预期 在波动性较高的时期 通常是下行时期 价格上涨 加密货币有自己的本地链上市场恐慌指数机缘 一个受欢迎的模仿Fix 衍生品平台是CWIFI INS 制造商为加密波动率指数 该指数跟踪以太坊和比特币的隐含波动率 与其传统金融类似 该指数在CVC Worldgate Sigature时代之后一直在下降 目前交易水平仅在牛市之前 突破Fix前的下界62.80美元 来源 CWIFI INS 在市场迸送和开放利益迅速增加的过程中 可能增加加密资产定价中杠杆引发的反射性 看到CY指数对未来价格波动预期减少 是令人欣慰的 提现 以太坊社区对退出验证者集合的数量表示欢呼 虽然在舌标之前的几个月里 怀疑论者散步Fund 预测未来几周的提现 并质疑市场是否能吸收他们预计将被出售的数百万以太币 但实际情况非常看好 目前 有25.7K个验证者排队等待全部提现 受ACC限制 CWAC被迫停止其美国权益业务 占队列的46.5% 考虑到网络强制约束 退出应在两周内处理并恢复正常 来源 南森 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 Sharpala部署后 天内 有可能在Bacon链上快速抛售超过100万 Hech部分提现 虽然这些提现尚未完成 仍有541K的ETH一半 已升级为符合条件的0x01凭证 但到目前为止 市场似乎已经在步调一致地吸收了首批50万的过剩供应 这些供应的相当大部分并未出售 而是重新投入到网络中 以太方最大的权益实体 Bio必须将其累积奖励重新投入 因为Stay是一个重新调整的代币 有助于增加Bacon链上的验证者数量 比销体现流动 市场观点 尽管宏观环境率显混乱 加密货币似乎正朝着看涨的心态发展 ETH和BTC已经摆脱了低迷的熊市交易区间 而山寨B看似已准备好 赢了决定性的上涨行情 经历了一个过于看空超卖的2023年后 投资者发现自己的配置不足 纷纷大手笔投资 推高价格 使加密货币处于一个小型牛市的边缘 自今年初以来 金明资金在加密货币的大幅上涨中大量参与 仍有大量资本可用 但这次上涨不仅仅是关于价格 加密货币已经找到了可持续的采用途径 保持了高用户活动数量 并自2022年6月通胀达到顶峰以来 推动低凡收益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我们的加密本土 维克等植物已突破2022年的低点 交易水平自上一轮牛市以来从未见过 以太坊的舌派了末日说 不过是上周的新闻罢了 现在似乎是成为一头牛的好时机 文 William M.P. Star Madeworth所作者 一 金色财经高雄 NFT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可以将静态NFT想象成数字化作 例如一件一分之一加密艺术品 或是一件Body PSE数字藏品 对于静态NFT来说 在你拥有它的整个期间 它和你最初得到它的时候一模一样 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你后期将它出售 下一个拥有它的人将获得 具有相同视觉效果和原数据的NFT 以此类推 动态NFT Dynamic NFT则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 动态NFT与数据 事件或其他NFT交互 最终变为一个全新或不同的事物 例如 以Web3游戏为例 你可以拥有不可替代的角色资产 这些角色资产可以升级 变得更强或学习新技能 我们依然看到动态 NFT应用于不同场景类别 从艺术品到公用资产如Party Beat Party Card 被生态系统背后强大的 NFT工作室 有个Web也越来越倾向于动态NFT RD的情节具有动态特征 有个最新的HEMT1系列包含于U1 Lake机甲NFT 可以用于在未来游戏中解锁新的机甲进化阶段 这些高调的融合举动将促使许多其他项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密切关注动态NFT的发展 1.动态NFT是如何运行的 每个动态NFT的核心都是其智能合约 可以通过编程以不同的方式促进动态演变 主要的两种方式是外部数据源和用户交互 就外部数据来说 多亏了像ChainerIn这样的语言及网络 NFT才可以根据真实世界的事件或其他环境信息而改变 例如动态NFT可以根据天气、运动队的表现 或加密货币的价格改变其外观 就像我们在ChainerIn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 另一方面 一些动态NFT被编码为基于用户交互而演变 这让我想到了Dong Hoffman的Corpion S 其NFT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改变 尽管每当这些NFT转移到新地址时 都会重置升级速度 2.动态NFT先驱项目 动态NFT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随着人们对其认知不断提高 动态NFT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 为了让你能更好了解 我们可能会在NFT生态系统中看到什么样的动态发展 让我们回顾一下迄今为止的那些动态NFT先驱项目 1.A ThinkArt A ThinkArt是一个知识创作者创建 购买和出售动态数字艺术的平台 使用Think模板系统 艺术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收藏家互动 或按照预设时间表发布动态作品 例如每天每小时一次 2.Chainface之音 NFTX创建的Chainface之音 是原来的链上生成 CChainface系列的后续项目 该项目的核心是一个战斗竞技场 活跃在2022年的整个一月份 在竞技场中倒下的NFT将永远消失 而幸存下来的Chainface将实时更新它们的战斗分数 并在美丽精十个回合后获得视觉生成商败 3.Membert 2022年12月 Membert系列在入链后 推出了动态NFT 让收藏家可以选择激活新背景 最先从Max Payne和Sorlight推进开始 这些背景存储在Membert的智能合约中 因此任何更新或添加 都直接发生在区块链上 4.PiPetorium PiPetorium提供了予以太方网络交互的 动态链上PiPet 具体来说 这些NFT通过直接从区块链跟踪有哪所要持数据 根据T价格自动调整开辟的笑容 由于不依赖PiPetorium或Ruif等外部员 PiPetorium确保了所有交互都只在以太方上进行 5.Polymorph Polymorph是一个动态NFT项目 因其独特的特征脱颖而出 这个不断变化的NFT系列具有11个基础皮肤和超过200个特征 支持广泛的自定义选项 NFT所有者可以改变自己的Polymorph的DNA来改变其外观 包括装备和可穿戴物品 6.Pteraforium Pteraforium动态NFT提供2D和3D艺术品多方位体验 以及用于设计独特艺术作品的创意软件工具 这些NFT有三种不同模式 PiPetorium模式显示陆地艺术动画 PiPetorium模式让用户可以直接在NFT上做法 Pteraforium模式将画作记录在区块链上 供公众浏览 从Torium模式变为Day-Dorium模式是不可逆的 但用户可以毫不费力地 在Day-Dorium模式和Torium模式之间切换 以创建新的艺术品 覆盖区块链上之前的画作 7.Puides Puides动态NFT是StoringCristian的一个概念艺术项目 每次在以太坊上传输时 视觉上都会变宽 通过这种方式 这些NFT可以拉伸和扭曲 直到它们变成几条彩色的水平线 这种转变通过利用经济交易媒介来改变NFT外观 挑战了NFT的不可篡改概念 Vides项目是对Web3的笨拙模仿 在拥抱Web3语言的同时 嘲笑了市场和开发生态 最终的结果就像是抽象广 正如马国考的作品一样 展示了如何通过层层参考 创造出超越模仿的价值 8.Cyrian DNA Cyrian DNA是一种创新的活的NFT 随着你与Web3的交互而不断发展 当你执行钱包操作时 你的DNA会发生变化 允许你再六个属性背景 填充 身体 服装 头部和颜色的每次变化中 展示你的链上身份 颜色属性甚至也会改变 以反映你的Cyrian钱包余额最高的网络 3.结论 NFT领域正在不断发展变化 由于动态NFT已经成为生态系统中 令人兴奋的新领域 现在有越来越多NFT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就一些NFT而言 比如一分之一加密艺术品 不变正是它们的最大优势 然而 对于越来越多的项目来说 从艺术到使用用力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和适应的NFT变得越来越有意义 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但也许有一天 会有大量NFT式动态的 如果这一天成为现实 那么现在使用动态NFT建设的项目 将成为开山铺路的先锋力量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未来NFT如何拥抱动态元素 就请研究下这些先驱项目吧 原文标题 原文作者 以太坊历史上最大的升级之一 在本周正式到来 Kibela升级通过启用质押提款 完成了以太坊向Profile Stakebox过渡 在事件发生之前 人们对这次升级将如何影响市场 质押情况和DeFi进行了大胆的猜测 在一个角落里 你有牛党 他们认为升级代表了ETH 一个重大的去风险事件 相信围绕提款的技术风险的消除 将导致大量的用户涌入 他们会买入病质押 在另一个阵营中 你有熊党 认为Sepire代表了ETH的主要供应获胜 认为大规模的提款 将导致资产的持续卖押 到底谁对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 市场反应 自从Kibela登陆主网以来 还不到48小时 但到目前为止 它无疑是一个看涨的解锁 自升级上线以来 ETH已经咆哮起来 从1871美元飙升至撰写本文时的 2117美元 涨幅达13.1% 这一举动留下了一串熊的尸体 导致4月12到13日期间价值超过 8470万美元的通透清算 这是自3月12到13日以来 我们看到的最多的两天时间 当时THUSDC脱钩和银行危机后反弹 来源 Congress 自Sepire代表以来 以太坊生态的代币经历了怪异的反弹 其中毫不奇怪与质押有关的代币领涨 这包括流动性质押衍生品LSD治理代币 在撰写本文时 利道LDO Rock to RPL Forex FxS or Stakeways Y分别飙升14.3% 17.1% 12.9%和19.2% LSDify协议也飙升 PandlePandle反弹19.9% Forex Stakeways暴涨47.1% Nshaka市业涨56.1% 和一日两代币也在一体一走势的支持下飙升 而不中而不阿弥陀佛 Misemal分别反弹了30.8%和18.0% 来源 Trading率 这些怪异的举动表明 对上佩拉事件后抛售的担忧被夸大 相反 早期迹象表明 那些看长大去风险阵营的人是正确的 因为升级已经被视为一个买入新闻的事件 提前活动 自Sepire上线以来 流出的资金已经超过了存入的资金 新标链已经出现了十万六千的净以太币流出 虽然Sepire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但似乎灾难的预言被夸大了